中华国小小朋友用流利英语外籍艺人无缝对话 在基督市政府积极推动下 从109学年度的中兴国小与中华国小 110学年度的成功国小、长兴国小及暖暖国小 一直到111学年度的正名国小及安乐国小 三年内基督市将达到区区有双语学校的目标 另外透过公开申选方式 选出百福、中正与建德三所国中 分批转型为双语学校 其中百福国中在校长陈诗斌长期推动 近认识英语教学的努力下 让学生更勇于开口说英语 我是百福中正的学校 很高兴认识在基督市的第一次 百福中正的学校 加上安乐高中及暖暖高中 从110学年度起增设双语实验班 从小学、国中到高中 一路建构基隆双语教育一条龙的政策目标 小学、中学、高中 变成是一条龙的 整个双语的一个衔接 我想建构完整的一个 双语教学的一个环境 还有受教的一个环境 是我们整个市政府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那基督市在这一点上呢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完整的一个规划 而且照着政策逐步的一个推动 我想我们建构市整体的一个教育的环境 还有整个英语教育的一个资源的投入 我想我们不亚于双北的两个自家市 建构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透过外籍教师与本国籍教师协同教学 建制英语勤进教师等方式 希望有效营造双语教育环境 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 也让港都基隆更快迈向国际双语城市 基隆Let's Go!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